上周港股出现翻天幅地的变化,恒指于上周四,五的跳动,令人惊心动拍,因为上周四明显跌穿27500的重要支持位。 周五早上再跌落26861,淡有以为大胜,但船只被夹到失魂。 港股上周五以27345点收市,比前周大跌966点。 个人的测试系统显示,由2月中的31183点开始的中期大调整,低位已于7月9日的26861点出现。 今番调整的时间达4.7个月,总跌幅为4332点,即13.9%,然而很多股份的总跌幅在三四成之上。 高价接货者苦不堪言,本难于今年1、2月时,一再叫人减持。 因感受到去年3月的21,139点开始的牛市第一期上升大浪,恒指已经大升1044点,即超过10,000点,以港股运行的轨迹看,以致浪顶迫在眉睫,但当时很多专家仍在唱好,到最近个把月,本难觉得中期调整快完结。 因而提议,留意低级的机会,今周的港股料会持续反弹。 恒指的高点可触及28,000-28,200点,低点料可守于27,500的水平。 留意大使在营造底部,将于28,200-26,860,上周五至最低点,之间上落。 股民仪有心理准备,大使不会由此乎遥迹上,在最弱的市放下最终恒指可能跌落26,160点。 今次跌市的元空乃是科技股大赦,中央政府要整顿某些歪风,例如一些公司之垄断性,以及深度参与金融资融资。 势力太大,任何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理。此外,一些中国的科技公司受美国制裁。 转移本港上市,很多大事件在酝酿,局势乱纷纷,港股大波动十分自然。 同时勿忘记,世间很多勞资金在港市找银。 其根源难查,只要资金来去自由,法治健全。 此乃香港一大优点,便能吸资,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,符合各方的利益。 金融股,包括银行及保险等行业,前时经过一轮大升。 最近两个月,亦已大幅调整。 周期股如资源类石油及金属等板块,大升后皆已调整,一向大落后的行运股仍然热闹。 总之各类板块轮翻升跌,但大使要真正回升,必须挨沽的重磅科技股转强。 才有希望,手上无货或货卿的投资者,此时乃扎肥而势的上街时机。 而选哪些已经大幅调整的领导性蓝筹。 此等股份在下半年行张展开的大升浪,必会攀升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打压将持续。 虽待他们认识到无法斗倒中国,必须妥协,否则相及几方,才会平息。 事实上,近日之大动荡,亦与一声外之害怕,中美恶斗恐会城门失火。 央及辞愈,因而沽货有关,本港的政局在国安法实施后,一众反中乱港分子。 劫着尾巴落坊而逃,实乃港人之福。 希望走了歪路者,尽早觉悟,回头是岸。 全体港人从十诗子山下的奋斗精神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。